好 走走啦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是有事情要跟你说的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 我来 太君 你人真好 既然今天你想喝的话 我就请你喝 不要请了 小姑娘很懂礼貌 改天我请你吃日本料理 料理 什么东西啊 就是日本饭菜 你要请我吃饭啊 那太好了 到时候啊 你就请我的爷爷和弟弟一块去 你还要带你的爷爷和弟弟 嗯 那就算了 果然是你 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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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好吗 相信我 来 少佐 你听我解释 你用不着为他解释 那天给我下毒的就是他 少佐 我今天带他来 就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 也省得你整天疑神疑鬼的 那天他真的是被人陷害的 一个弱智女流 怎么敢那么做啊 你既然有胆量把他 带到我面前来跟我对质 可能他真是冤我的 我就顾且信你一次 你 你真的不抓我了 黄永新向我瞧过情 不过我说 我一定要见你一面 我才能做这个决定 少佐 她是我女朋友 也是我卫国门的媳妇 您跟我爹认识 不看僧面 也得看佛面吧 这件事就此了结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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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没有见过野村大佐 真的不能为我提供这个线索吗 少佐 我认为大佐他没有失措 大佐也应该没有危险 他现在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你说得如此肯定呢 少佐 虽然你的军衔已经足够高了 但是仍有一些重要的军情 你是不知道的 野村大佐英明神武 在贵国的军队中 应该是被重用的人才 我认为啊 他应该是被派去 执行一件秘密的 重要的任务了 过一段时间 他就会出现的 听你这么说 也有点道理哦 我是野村大佐的下属 那这也应该是我的荣幸了 丹丹 你自由了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用怕鬼子了 没想到 你真的把我的事情 放在心上了 还想了办法 替我解决了问题 谢谢你啊 没事的 能看见你不用担心受怕 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我比谁都高兴 我很想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我爷爷 以后我就不用 东躲西藏的了 不用这么急吧 你还记得 我刚才在鬼子那儿 讲的那番话吗 你说的是野村的下落吧 不 是我说 你是我女朋友的那部分 你不要以为我讲的这些话 只是为了骗少佐 其实这些话 都是我心里想对你说的 我刚才帮你这个小忙 所以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 强迫你来接受我 但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我对你的承诺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对你的承诺永远都不会改变 过来呀 走吧 朱哥 今天我就不进去了 你很英明为我 你进去就可以了 怎么了 你怕丢人哪 这不是 不是 既然不是的话 我们两个今天一起去 走 朱哥 朱哥 你又怎么了 不是丢不丢人的问题 我们真的实在没有钱 而且钱又没有还清 你说那个老板今天会奢秘给我们吗 好 所以你是大哥 而且脸皮特别厚 你进去就可以了 去吧去吧 行行行行 行了 不去就不去 我自己去 好 前步 走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 行行行 去吧 去吧 面带微笑 面带微笑 前步 走 一二一 一二一 加油 朱哥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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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了 老板 你站住 站住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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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真的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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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 上次借我的钱还没还呢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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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赦笔给我 不借钱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你没事吧 我的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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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的米啊 这是我的米 这不是我的米 上次吃我的米还没给钱呢 这次又来拿 你们抢啊你啊 这不抢 这不明是他奢吗 快奢 一块大洋能买多少米啊 把米给他吧 师父 我们走 快点快点啊 猪哥 你还得谢谢我呢 猪哥 你还得谢谢我呢 谢谢你什么呀 反正你就大声的 诚恳地说一声 宋哥 谢谢你 你有病啊 要不是刚才我打陀螺 车夫呢 他也不会撞车 把半袋米 他也不会撒一地来 对了 还有 你也不会抱那位漂亮的姐姐 所以今天这大功劳 全是我宋哥的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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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功劳都归你 行了吧 行行 回家吧啊 看好了 我的妈呀 你又怎么了 你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啊 姐姐 漂亮姐姐 姐姐 你好 你好 姐姐 谢谢你刚才大发慈悲 给了我和猪哥一块钱 这样我们才有了这两袋米 谢谢你啊 我叫阿松 这是我哥 叫夏竹 刚才谢谢你啊 等我以后赚了钱 我会把那一块钱还给你的 对 对 刚刚你是为了救我 才把米撒在地上的 对对对对 骗浪姐姐说得对 我们以后没有谁先谁的 姐姐 你这东看西看的 是不是要走走逛逛 如果你想逛的话 我 我送个免费陪你去 知道哪儿有好看的风景吗 好看的风景 你要干什么 我想找个地方写生 原来你是写生啊 猪哥 什么叫写生啊 画画 原来你是要画画呀 我家可漂亮了 如果你愿意去的话 那我和猪哥可以带你去 对 这座建筑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 以前是一座教堂 是由洋人建造的 对 现在是我们的家了 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妈妈 都住这儿 这里叫做春风堂 春风堂 你们都住在这里 不瞒你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孤儿院 我们都是孤儿 孤儿院也好 旧教堂也罢 我觉得这建筑挺有意思的 小姐 你既然已经来到这儿 就进去喝杯茶吧 也好让我们感谢感谢 对啊 姐姐 我把你介绍给我妈妈认识 她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你的 不必了 我不希望被人打扰 你们回去吧 不用管我 走 我们走 照你这么说 这位小姐心肠好 会写生 又会画画 那 为什么你竹哥老跟人家作对呀 我不知道 妈妈 她一看就是个富人家的小姐 人虽然长得漂亮 但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人 而且我觉得她对我们好 完全就是一种施舍 我才懒得理她 阿索 你你看呢 其实啊 我只同意竹哥一点点 刚才我向那位姐姐 介绍了我们的家 后来呢 她也肯跟过来 所以我觉得 她可能也就不爱说话而已 要不 您亲眼去见见她吧 既然你们寝不动人家 妈去瞧瞧 好好好 妈 那我跟您一起去 哎 走 走 走 月月月月 月娜 月娜 你们要去哪儿 要见什么人是不是要保护 哎呀不要了 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看着孩子 马上就要上课了啊 好 是 猪猪哥 月月她她们要去哪儿 见什么人啊 见大美女 大 大美女 我 我咋不知道呢 这个春风堂 真的藏有宝物吗 可是她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 院长真是莫测高深啊 您就是春风堂的院长 您就是春风堂的院长 不敢当 您来了就是客人 而且刚才我听了夏竹和阿松 跟我说了你的事 我是特意出来欢迎你的 姐姐 我没骗你吧 我蛮知道 你为我和猪哥买米的事 她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好 院长 您能把春风堂卖给我吗 只要您愿意 就开个价吧 我连小姐的大名都不知道 怎么能把春风堂卖给你呢 我姓杜 请问院长高薪大名 原来是杜小姐 我姓何 明锦 既然杜小姐对春风堂有兴趣 那要不要进去坐一坐聊一聊呢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叫东东 快要满六岁生日了 你来这儿干嘛呀 这位姐姐啊 她画画得特别漂亮 可是她不爱说话 你不爱说话 那你能帮我画张画吗 你说话呀 她累了点 笑一个 总之啊 怎么没有我呢 怎么没有我呢 咋还是没有我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有很多 我睡多久了 这画好了吗 月达 月达 你看 画得好棒啊 你看 连东东的魂都好像画进去了 就差那么一点 你看 如果我画这或者这 那还可以多好啊 东东啊 你看 画得多像你啊 对呀 陆小姐 谢谢你 把东东画得太像了 真画得好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有空 可不可以 来叫其他小朋友画画呀 对呀 可是 没钱呢 没 好的 院长 真是太太好了 我也画哦 对了 我听松哥说 你是从屋外外地来的 找个落脚地儿吗 是啊 您住哪儿啊 我一个亲戚在城外有个别墅 可是这个时间回去 天都黑了 哦 那倒是 那么 在春风堂住一宿吧 对 对啊 杜小姐 今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吧 我回去帮你收拾一下 快快快快 快去啊 快去啊 对了 东东 嗯 这位姐姐 现在是你的杜老师 请她给你签名啊 对对对 签名签名 杜老师 您叫什么名字啊 嗯 干吗呢 吓我一跳 整晚朕你在发呆 怎么了 有什么心事吗 你们女人哪 就是想要知道男人的心思 去睡吧 不会是为了永兴吧 看你一晚上都不太高兴 本来我是不该问的 可是也不知怎么了 我这最近身体一直都不太舒服 真不知道我能挺到什么时候 不要胡思乱想啊 我跟永兴没事 你看 她说想要开传务公司 我说支持了就支持了 我知道 我们俩都一样 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才 但是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你过分地宠他 过分地医他 虽然有时候 我对他凶了一点 但是 我是为了他好啊 对不对 是啊 你看我们这个家 就我们三个人 已经够冷冷清清的了 万一 万一我要是先走了 你对永兴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安心的养病 你不会有事的 去睡吧 我要在这里等永兴回来 我想问他一下传务公司的事情 因为生意的关系 需要结卡 去睡吧 别等我了 好 这上面就是阁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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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家 资料上的宝物 到底藏在哪里呢 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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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院长 这是哪儿啊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怕你睡不好 所以到你房里去看看你 你 你怎么到阁楼上来了 阁楼 我 我怎么上来的呀 难道 你有梦游症啊 只有我爸爸妈妈知道我有这个毛病 没想到院长也发现了 没关系 放心吧 我不会跟外人提起这件事的 院长 这里好阴森恐怖啊 有人住在这儿吗 曾经有个好朋友他住在这儿的 不过现在离开了 他死了 你误会了 他出远门了 不过 倒是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朋友 他曾经死在春风堂 院长 你别吓我 别怕 别怕 在春风堂是很安全的 对不起啊 半夜三更的 跟你提这个事情 别怕啊 讲了多少次你能听不懂是不是 啊 魂都没带来 真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啊 小灰秋雪东东留下 其他同学 下课 好啊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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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干 干 干什么呀 魂都没带来是不是 魂都没带来是不是 魂给中吃了是不是 东东 东 东 念给他们听 夜黑月风高 蝉于日盾桃 飞降轻骑竹 大雪满宫刀 好好好 鼓掌鼓掌啊 拍手都不会啊 真是的 这么笨 千万也不进去忘记 当你们所塞抓的一个礼拜 小担 去步好走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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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二一一一一 acht一一一一 showcase 气死我 东东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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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 你实在是最可爱了 跟颜叔小的时候一样的聪明 颜叔要是能生促你这样的儿子 那该多好 Dana 谢谢颜叔 乖 让严叔亲一个 我也要了 严老师 我也想做你的学生啊 能不能教教我呀 你 你有病呀 我能教你什么呀 我们这儿学的是 世书古今 唐诗诵词 我能教你什么呀 那你勾搭别人老婆的本领 可以教教我呀 你教我一学就会了 教了我呀 我还会教给孩子们 别别别别胡说八道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是为人师表的呀 哦 对了 我今天还带点家好教材 东东 你看啊 别别别别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少本不易呀 东东 没您事 下课去了 下课转 全部 走 一二一二 飞 飞哥 咱们有什么话 不妨撕下试一下 我们到外面去抓 行不 你那干什么呀 啊 黄会长 终于告诉我了 他已经出没帮我摆平了 你还找我 你有没有人性啊 说对了 我就是没人性 可你呢 勾引我老婆 简直有兽性 你 这 我跟你老婆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从头到尾都是你们设计的 哎 我承认 我就是设计你了 可是有照片啊 这事要是传了出去 哈哈 谁还相信你清白啊 那 那那那是摆 摆明月吃吃定我了 对了 就是吃定你了 这照片要是到你们院长手里 那你就死定了 哎 但是啊 我也不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 只要咱们把条件谈妥了 嘿嘿 我也不会把事情做出来 那那那那那 你说咱们该咋办明书 很简单 哎 只要你每天早上给我十五块钱 连续一个月 成事啊 就算了 哪 什么呀 我这笔墨纸张冲洗照片 不都得花钱吗 你 你也太没人心 这这些人都算到我头上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这是摆明了坑你啊 既然坑就得坑得彻底一点 哎 告诉你啊 明天早上还钱 要不然春风堂里人手一张 今儿事你看着办啊 哎 哎 哎 这谁啥名 谁谁在用水浇啊你 哎你 你 你干什么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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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叫花 你 你叫花 我是人哪 不是树啊 你叫 叫什么花啊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哎 哎 哎 我得回去换衣服去 哎 记住啊明早还钱 是是是是是 哈哈哈哈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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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东东啊 你真的是太可爱了 今天幸亏你救了严书啊 为了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我让你叫我声 爸爸 哼 我才不要呢 你想的美 嗯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春风堂里有多少个小朋友 要叫我爸爸 我都不愿意 你别再吹牛了 春风堂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都不愿意叫你爸爸 他们都叫你 抱 牙 太 再见 我要去接花了 嘿嘿嘿嘿 哎呀 不管你是喊我爸爸 还是抱牙太 哎呀 你这个小龙头啊 真是太太可爱了 我喜欢的不得了啊 是不是 嘿嘿嘿 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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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梅你看 我把你帮豆芽洗好了 哎呦 东梅姐姐 你这清清玉书怎么能干这种出火呢 来来来来 言书自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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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书啊 有话你就直说吧 少跟我虚情假意 哎 东梅东梅东梅姐 咱们认识那么久了 你还不知道 诚恳是言书作用名吗 真是 你只有在说话结巴的时候 才有你所谓的诚恳 你现在说话 比说书还溜 肯定心里有鬼吧 想找我帮忙 是不是 哎呦 你真是 慧智蓝星 冰雪聪明啊 东梅啊 东梅啊 你平时帮人拿个小鞋底 做个小活儿 换你这小衣服 一定有点小小积蓄是吧 要找我借钱吧 嘿嘿嘿嘿嘿嘿 我对你佩服的真是 无以途计呀 行了行了说吧 你要提多少 十五元而已 什么啊 十五元还叫而已 你 你干什么 对我趋活脏野呢 你别告诉我没有啊 我当然没有了 我帮人拿十双鞋底 才赚一毛钱 你开口就管我要十五元 你以为我是抢钱装的 你 那你还在这里 跟我啰嗦啰啰啰啰啰啰�啰 半天的 浪费我口水 浪费我时间 乖乖乖拿过来 就现在干活 浪费我这个时间 帮我帮你洗豆芽 真是的 自己干活 番薯不大 又年又大的番薯 去了大家叮呱呱 叮呱呱 这番薯怎么卖啊 大哥 我马上去收摊了 一块钱全卖给你好不好 什么 一块钱啊 怎么这么贵啊 五毛 五毛 竹哥 丹丹姐在那儿呢 快点快点啊 丹丹 丹丹 这大白天的 你在外面乱跑干什么呀 你要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就不怕我伤心难过吗 我要真出了什么事 你会伤心 会难过吗 你 你 丹丹 鬼子现在正在通缉你 你万一被他们发现了 怎么办呢 经历了这么多事 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吗 可人家东梅已经跟我说了呀 你们俩可是从小青梅竹马 那我就更不愿意当一个 破坏人家感情的第三者了 丹丹 你不要听东梅在那边 一厢情愿胡说八道好不好 这里人多 我们先回春风堂再说好不好 你放手啦 我通缉取消了 没事了 取消了 不可能吧 刚博不说过 鬼子根本就是豺狼虎豹 他们不可能放过你的 是我的一个朋友出面 替我解决了所有的麻烦事的 一个朋友 谁呀 管不着 是黄永新对不对 对 就是黄永新 他对我有情有义 不行吗 谁对你有情有义 我都可以不管 就他不行 你怎么这么无聊啊 我就是很无聊 你干吗呀 放手 我 我不会 我 你先发现了 你 你让我看你 原本就存在的感情 好 去 我和东梅之间 是有着很深的感情 但是我已经跟她 说过很多次了 那是兄妹之情 只是她自己不相信 一直在钻牛角尖而已 那你又是 不斩钉截铁地告诉她 拒绝她 而让她一直对你 抱有希望呢 我知道 你是不愿意伤害她 但是你知道吗 你的那种不愿意伤害 才是真正的对她残忍 我知道 一个女人一辈子 如果一旦对一个男人 付出了感情 就很难再有改变了 虽然东梅 对我抱有很深的沉浸 但是我知道 那全都是因为你 我真的不愿意伤害东梅 我更不愿意 当你们之间的第三者 丹丹 丹丹 丹丹丹 你不是第三者 我喜欢的人是你啊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 我也不想再看见你了 把手放开 我不放 我好不容易才抓住 自己心爱人的手 我绝对不放开 我跟你说过了 我拒绝当第三者 丹丹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 你才相信你不是第三者呢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黄勇心出现以后 你对我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呢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能不能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毁为一谈呢 这个黄勇心的出现 根本就没有关系 我跟他只是单纯的朋友 你爱信不信 那我也跟你说了 一直以来 我只把东梅当成妹妹看待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只是希望 你能在我跟东梅之间 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如果你真的选择了我 你就不要再让东梅 对你抱有任何的希望 我真的不希望背负 破坏你们感情的罪名 等你和东梅 真正地划清了彼此的界限 我们才有继续的可能 丹丹 真的 鬼子取消对你的通计了 那太好了 以后你再也没有理由 赖在我们春风堂不走了 东梅 怎么这么说话呀 丹丹平安无事 我们大家都应该为他 感到高兴是吧 我当然高兴了 妈妈 他不住在这儿 少了跟竹哥接触的机会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你 这孩子 算了院长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来 坐 你还没告诉我 这鬼子怎么突然肯放过你们了 这次啊 幸亏是黄永心放了我这个大忙 哦 永心哪 嗯 我还一直担心他像他爹 这孩子本质不错 这孩子本质不错 跟他哥一样 他哥 嗯 哎 我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 他还有个哥哥呀 哦 院长 你怎么知道的 啊 没什么了 嗯 因为我和他的父母 认识很多年 他们家里的事我多少知道一点 人家的交务事 不聊了啊 好 妈妈 妈妈 哎 乖乖 你看我们画的画 谁画的最漂亮啊 来妈妈看看 一定是我了 昨天杜老师还说我画的好呢 他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 所以一定是我画的最好了 哦 是吗 臭美 你才刚来吹风堂几天 就学会阿松那样吹牛了 我才没吹牛 不行 你问妈妈 好好好 妈妈看看呐 你们都不错 妈妈 杜老师呢 他什么时候再来教我们画画呀 杜老师不是说了吗 他有空就一定会过来的 不行 不行 我要杜老师天天来教我们上课 东东 别闹了 今天晚上姐姐带你回家 不行 不行 我要继续留在春风堂 丹丹啊 这东梅的话你可别放在心上 春风堂 永远都欢迎你跟东东住在这儿啊 我知道院长 我就是不放心爷爷一个人在家 而且 我现在也没事了 我就可以回去照顾他了呀 嗯 你说得也对 那 就像以前一样 每天带着东东到春风堂来读书写字 好不好啊 这个小家伙 我不能一天不看见他哟 妈妈 我知道 你看不见我 一定会很想我的 对不对呀 妈妈 对 东东说什么都对 好 来来来 都出去玩吧 来 这一张是你的 好 再句话吧啊 好 走 可是院长 我怕我继续留下来 会惹冻妹不开心的 丹丹 其实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本来不该管的 可是事已至此 看来 我非出面化解化解了 丹丹 我还是希望能够每天看见你 可以吗 嗯 怎么 要拒绝我 可是 好吧 院长 以后每天 我都带东东到春风堂来看你 我也来这儿帮忙 嗯 这才是乖孩子 啊 是不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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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什么 你爱什么 我学你的 你问你的 我也学你的 问你呢 我们大人的世界 有太多的痛苦和烦恼 你们这帮小孩是不会懂的 我们小孩的世界 也有很多痛苦和烦恼 你们这些大人 也是不会懂的 你们的烦恼哪有我多啊 我爱的人 他不理我 这我不爱的人呢 他就深深地爱着我 我呢 也是担心这个 嗯 要是等我长大以后 小葵和秋菊 谁是我的大老婆 还有小老婆呢 我的烦恼也不少 我爱吃糖 可是 姐姐 偏要逼着我吃饭 你还要吃饭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就别在这瞎掺和了 喝一杯玩去吧 让竹哥我一个人 好好地敬一敬 刘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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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漂亮哦 竹哥 竹哥 我听说 要是看到刘星许一个愿望 一定能实现的 那我们一起许愿吧 竹哥 你先 好好好 我先我先 我许愿 我希望我和丹丹的感情 以后再也不要受到任何的波折了 我希望 我每次撒谎 都不要被妈妈给揭穿 我许愿 我以后可以变成一颗 又大又亮的流星 快快收回你的愿望 为什么呀 东东 因为一颗流星从天上掉下来 就是代表一个人死亡的意思啊 所以阿松哥哥才这么紧张你 不要你变成流星啊 竹哥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死掉的话 我要变成一个小天使 在天上保护爷爷 还有姐姐 还有春风堂里的每一个好朋友 别说了 别说了 反正总而言之 我以后不允许你再说这种 不吉利的话了 知道了吗 嗯 哎 你看 这浑身都是泡泡 嗯 嘿嘿 姐姐 你好孝顺哦 在春风堂里待了没几天 就急着要回家看爷爷来 你这小嘴儿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甜了 还会快姐姐了 爷爷 年纪大了 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她 伺候她 所以呢 我们照顾她那是应该的 嗯 嗯 我要等姐姐老了 我要在姐姐身边伺候姐姐呢 你少哄姐姐了 姐姐真的老了 样子也丑了 头发也白了 你肯定就讨厌姐姐 不理姐姐了 才不会呢 等姐姐老了 头发白了 比姐姐现在更要漂亮呢 你怎么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喽 嘿嘿 水凉吗 嗯 有点 等会儿啊 这样就不冷了 哎 冬冬 你干嘛呢 姐 你现在眉毛头发都白了 不还一样漂亮吗 等我长大后 我就永远永远地伺候你 小鬼 你才多大呀 就这么回甜言蜜语啦 我说的都是事实 不相信 我 我就泼你 哎 哎 你 你那你洗澡的水 你泼姐姐啊你 哎 你泼 你泼 你泼呀 你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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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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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梅 你有心事啊 妈 我 我知道 又是为了丹丹跟夏竹 让你不开心了 妈 我不是不开心 我是不甘心 还记得小时候玩过家家 竹葛总是让我当她的新娘 我还以为 这辈子我都会是她的新娘 可是自从丹丹出现了以后 我发现什么都变了 我变得好孤独 我什么都没有了 傻孩子 你怎么会孤独呢 就算你什么都没有 你还有妈呀 妈 妈是你永远的依靠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妈永远支持你 妈 就算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也帮不了我 我心里的痛苦 没有人能够解决的 嗯 没错 现在谁也帮不了你 只有你自己 才能打开你自己的心结 不过我只说一句 夏主是个善良的孩子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就耐心点守在她身边 将来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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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